謝謝市長 新年快樂 謝謝 開心接下蔣市長紅包 北市府員工大秀隱藏版福利 但仔細一看 影片卻是PO在中國版抖音 這支抖音帳號 主人是北市衛生局的 中國急約聘工 從一月至今 不管是發紅包逛動物園 還是台北登節 連與衛生局毫無關聯的行程 他都現蹤 我就是協助那個公務人員 就是幫他們打理資料 然後消紙 不只抖音帳號 充斥講彎影片 YouTube上也成立個人頻道 帶著同樣是中國級的朋友 在市府裡逛大街 自拍介紹影片 記錄自己的上班日常 他自己說 他是在衛生局裡面做服務的 做長照的受理的業務的 但為什麼一個受理長照的臨時工 申請的臨時工 居然在各局處的公開行程 他都能夠清楚掌握 而且跟蔣萬安蔣市長 有如此近距離的接觸 去年8月開始併用 然後現在已經離職 一句已經離職 蔣萬安沒有交代 這名衛生局臨時員 到底負責什麼業務 因為他的影片裡 還出現各局處印章 公文及民眾資料 其實他主要負責就是一般的宿務 還關於工作 不會接觸到相關市府機密的資料 如果說他不會接觸到機密 那這些影片上面所外洩的資料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現在也請衛生局 再去釐清他相關的工作範圍 也會做後續緊急的處置 除了資料外洩一律 讓議員更生氣的是 這些影片hashtag 竟然都有兩岸一家親 到底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任務 是不是統戰行為 台北市政府不用查清楚嗎 蔣萬安緊急要同仁釐清 但市府卻已染上敏感的紅色話題 靜新的林彭宇周常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的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山靜美靜好新聞